灵云呢很高大 这个灵霄呢 这个公民思义 就是开得很高 这是他这种生活习性的 那么我们常常呢 也是画灵霄的祝贺人的能够高升 祝贺一个什么视野 很发达 能够疼云 这个生疼 很高 我们可以看到 它垂下来 从很高手垂下来 它这个生长结构呢 是这样的 它的花 是一个桶状 小圆桶 这种花呢就叫合瓣花灌 合瓣 就是很多花瓣呢 合在一起了 成一喇叭桶 它的前端呢 分五裂 这个前边 一二三四五 我们叫裂 是裂开了 它并不是五个花瓣 跟百合不一样 百合是五个 可以分开的 它不能分开 所以这种花要掉的话 跟杜鹃一样 它要掉就掉一朵 它不能掉一半 说落营缤纷嘛 是桃花一半一半掉地形 这种花呢就是落朵 一朵一朵这块掉下来 杜鹃也是这样 杜鹃呢也是桶状的 这个像牵牛啊 是吧 这个孔长画的这种 就是这样 这个灵枭花呢 它是一个藤本植物 能够攀圆的 这个灵枭花呢 它是一个藤本植物 能够攀圆的 爬腕的 是木本 是有藤子 它能够爬得很高 攀圆或通过石头啊 或者搭树啊 它可以攀上去 也知道 可以到云霄 叫灵枭嘛 是吧 这种花 在夏天的时候呢 它开起来啊 有时候在大松树上 或者在这个 很大的高山上 都可以看到它的踪影 有灵云之质 是吧 灵枭嘛 灵云呢 很高大 这个灵枭呢 这个 公民思义 是吧 就是开得很高 这是它这种生活习性的 那么我们常常呢 也是画灵枭的 祝贺人的能够高升 是吧 祝贺一个什么 什么世界上 很发达 能够腾云 这个 生疼啊 很高 我们 可以看到啊 把它捶下来 从很高手捶下来 它这个生长结构呢 是这样的 这个 它的花 是一个桶状 小圆桶 这种花呢 就叫合瓣花灌 合瓣 就是很多花瓣呢 合在一起了 成一喇叭桶 那 再来